11月6日,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向社会公布了一起近期破获的案件,为我们提高警惕,防范发生在身边的间谍犯罪,敲响警钟。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,该起案件的被告人王某某,原本是西南某大型国企驻海外机构负责人。 2012年,他所在的企业因重要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,被该国间谍情报机关炮制的一起中国间谍案,卷入了旷日持久的海外诉讼。 期间,中方企业的应对屡屡陷入被动,甚至对方在法庭上出示的所谓证据中出现了王某某的名字。 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办案干警说道,我们调查确认,王某某办理全家移民的情况与正常合法途径严重不符,引起了我们高度关注。 据悉,按照法定程序,国家安全机关对王某某在成都的住所进行了搜查,查获大量其所在企业相关的文件资料,其中包括与王某某移民材料相应的文件底本。 经国家保密部门鉴定,王某某向境外提供的材料中,有十四份属于中国法律所定义的情报。 据我们侦查掌握,他为了进一步取得该国的信任,甚至主动按照该国间谍情报机关的授意,为其恶意指控我方提供了所谓的证据和证词,这直接导致我方企业无法正常开展国际经营业务。 我国相关的产业链发展,由此受到技术封锁,打压遏制,损失难以估量。 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办案干警说道,我们通过大量艰苦的工作,查清了王某某在境外的全部犯罪事实,固定了相关证据。 经检察机关批准,我们依法对王某某实施逮捕。 近日,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,被告人王某某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,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,剥夺政治权利两年,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。 据介绍,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,这是自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以来的一次全面修订。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公六章71条,在总则部分规定了间谍行为的六种类型,明确不同类型间谍行为的主体、行为、对象。 在原本规定的基础上,把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、组织、个人指使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国家秘密、情报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、数据、资料、物品等明确为间谍行为。 实施间谍行为,构成犯罪者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办案干警指出,在王某某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一案中,部分文件资料是他利用单位管理中的漏洞、私自获取并向境外提供的。 这也暴露出相关单位在工作中的短板。 他介绍,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总结实践经验,增加了安全防范专章,明确了各级政府、部门、单位的主体责任和工作措施,同时完善了反间谍调查处置措施,兼顾预防和惩治。 为我们今后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,提供了指引。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公六章71条 提示 间谍活动不只是电影大片里的惊心动魄,有可能在个人取舍的一面之间,也可能是身边的小事有迹可循。 公民和组织,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,请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,或登陆国家安全机关网络举报受理平台,进行举报。 根据新修订的反间谍法,对举报间谍行为,或者在反间谍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,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,给予表彰和奖励。